中方发布新冠病毒感染一类一管总体方案和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之后 多国表态予以欢迎 但也有少数国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 对此中方以最大诚意本着实施求是的态度 与有关国家进行了充分沟通 详细介绍中方优化调整防疫措施的科学性和理性和中国当前的国内疫情形势 但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和本国疫情实际 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 我们再次呼吁相关国家从事实出发 科学适度制定防疫措施 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 不应有歧视性做法 不应影响国家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ロ岛